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 星期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瓜蘭反攻持續取得戰果 其中西方援助的武器發揮重要作用 總統扎蓮斯基6月15日接受NBC新聞採訪 談到如果烏克蘭戰敗 世界將面臨什麼格局 據《國會山報》報導 扎蓮斯基在訪問中說 如果烏克蘭輸了 如果俄羅斯佔領烏克蘭 接下來 俄羅斯將繼續進犯波羅的海國家 波蘭等 他們將與某一個北約成員國開戰 到那時 美國將指好選擇 因為看著北約崩潰 因為美國陷入戰爭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 以及波蘭都是北約成員國 根據北約集體防禦原則 攻打任何成員國 都被認為針對他們全體的攻擊 扎蓮斯基之所以談到這個話題 是因為NBC記者提到 美國這些政治人物認為需要限制烏克蘭戰爭的開支 扎蓮斯基說 如果有候選人或參議員覺得 美國支持烏克蘭的代價太高 那麼他是不是準備好去打仗? 或者派他們的下一代去打仗? 他們準備好赴死沒有? 因為無論如何 等到俄羅斯對北約開戰時 美國就只能這樣做 扎蓮斯基總結說 現在不是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正在與文明世界作戰 就在扎蓮斯基勸說美國政界團結一致支持烏克蘭的同事 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軍隊組成四國聯盟 隨時可以投入烏克蘭戰場 幫助烏軍作戰 目前 波蘭陸軍幾百部坦克已經集中在波蘭、銅俄、白俄 以及烏克蘭三國的邊境線上 波蘭在理論上已經具備發動進攻的條件 中國國際學者周元熙16日發表文章說 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位於東歐前線 俄羅斯一旦擴張得逞 他們將是第一批被俄吞併的國家 這些國家在歷史上曾多次被俄羅斯瓜分、吞併、長期統治和欺詐 所以現在團結起來 阻止俄羅斯的新一輪擴張 而烏軍最近取得顯著成果 也鼓舞這些國家的軍民 令他們願意幫助烏軍作戰 周元熙表示 目前在紮波羅熱地區 烏軍正在向俄國的第三道防線發起攻擊 烏軍也有收穫 城內的俄軍處境不妙 有被包圍殲滅的可能 周元熙判斷 未來烏克蘭攻擊重點仍會鎖定在頓巴斯南部 和紮波羅熱地區 阻斷俄羅斯軍隊對克里米亞的增援 最後烏軍將向克里米亞發動合圍進攻 英國電視媒體ITV記者跟著烏軍來到最前線 並且報導說 烏克蘭在東南戰線 用重型火炮和無人機部隊一步步推進 ITV記者估計 這場反攻不會很快 會一尺一尺地推進 慢慢磨 英國援助的暴風影再建立戰功 俄軍第35集團軍參謀長 哥里亞卓夫 少將傳出12日在前線陣亡 根據推測 他可能遭到烏軍最近投入實戰 能打擊堅固或地下目標的英國製 暴風影隱形巡航飛彈 斬首 維報引述部分專家分析說 哥里亞卓夫 非常可能是被暴風影隱形巡航飛彈斬首 這種遠程導彈 是最近烏軍在戰場上使用的主要武器 射程可以直達俄羅斯本土 還能打於位於地下幾十米深的碉堡等設施 俄羅斯16日出動導彈空襲烏克蘭首都基府 正值非洲多國領導人組團到訪烏克蘭 希望在俄烏之間調停 代表團還未來得及與扎蓮斯基會面 就先因為襲擊而被迫去防空黨躲避 在隨後的見面中 趙蓮斯基告訴代表團成員 俄羅斯如果不撤出烏克蘭 就不要想舉行和談 烏克蘭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 新冠疫情引發的恐慌逐漸淡出 國際間的溯源工作就一直持續 近期再有多份報告披露重要新證據 繼英國《泰晤士報》後 6月15日 福布斯報導說 在資訊分享網站 Public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 引述多位美國政府消息來源指 新冠病毒的0號病人不止一個 而且都是來自武漢病毒所 報告指出 確定是武漢研究室的3名研究員 最先感染 性名譯音分別是 胡濱、朱燕和平宇 報告指一位消息人士證實 可以百分百確定 這3人在2019年秋天出現了 和新冠一致的病症 武漢病毒所是負責收集 SARS類冠狀病毒 並且進行研究實驗 這類病毒 是目前已知的新冠病毒唯一緊親 更重要的是 據美國官員說 病發的時候 胡濱正在領導病毒改造實驗 目的是提高病毒的傳染性 令它能夠感染人類 美國免疫學專家福奇 今年較早時候曾經說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確實的起源 但是這份最新報告就認為 答案越來越觸手可及 現在我們不僅知道 武漢病毒所研究員 在2019年11月出現類似新冠的症狀 而且知道他們當時正在拿新冠的近親 做病毒功能增強性實驗 在這份報告裏 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的 分子生物學家曾毓嘉說 武漢病毒所主任石正麗 被稱為蝙蝠女 胡濱是她的得意門生 一直在製造嵌合的沙士氧病毒 曾毓嘉說 如果要我猜 誰在做這項危險的研究 並且最可能被意外感染 那就是胡濱 曾經在2020年發表研究論文 認為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 但是她被批評為陰謀論者 現在鄭毓嘉說 自己感到沮喪 如果你知道這個COVID-19 可能是一種實驗室增強的病原體 那就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整個疫情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諮詢委員會前成員 大西洋理事會的傑米梅茨爾 2020年就對胡濱提出過質疑 她認為如果能夠證明胡濱是第一個感染者 那將會是病毒來自武漢病毒所的確鑿證據 因為她是石正麗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 這份調查報告還透露 據消息人士說 目前其他新聞機構 都在追查病毒實驗室起源的各方面的資訊 就在上週六 《泰吾士報》報導說 越來越清楚的是 武漢病毒所參與了製造、傳播和隱瞞新冠疫情 3月下旬 拜登總統簽署法案 要求美國政府解密和新冠溯源相關的資訊 不過武漢病毒所裡 患病研究人員的姓名、職務、症狀等個人資料 以及他們是否參與或接觸過相關研究 Public這份報告估計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下週將會發表這些機密文件 台灣國防部近期更新了全民國防應變手冊 用中共軍隊做例子 教民眾如何分辨敵軍 想不到香港網民很快發現 沒辦法打開這份網絡文件 甚至連台灣國防部的網站也沒辦法打開 而此遭到港府封網 自由亞洲電台 嘗試通過VPN登陸台灣國防部網站 發現台灣、英國、美國、加拿大等 都能正常打開相關網頁 只有香港網絡用戶嘗試登陸後 網頁顯示無法連線等字樣 報導稱2021年2月 香港政府也曾疑似封網 台灣政府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網站 也被懷疑遭到港府封殺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6月15日 美國國務院公布了調查世界各地人口返運的年度報告 其中中國、俄羅斯、緬甸、柬埔寨和北韓等24個國家 被列入母達到最低標準的第三類國家 台灣就被列為第一類國家 綜合美國之音和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報導 這份報告評估了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 為打擊人口返運所採取的新措施 並點出問題越來越嚴重的領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5日在相關記者會表示 今年的報告得顯幾個令人關注的趨勢 就是被泛運的男童和年輕男子增加 強迫勞動的問題持續擴大 以及使用網上欺詐而反運勞工的現象上升 他指出大流行病極大增強了這個趨勢 反運分子利用普遍的失業用虛假的招聘廣告招聘受害者 然後強迫他們經營國際詐騙 在說到中國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反人口泛運官員大義強調 北京不僅不符合打擊人口泛運的最低標準 而且還參與了泛運政策或計劃 特別是與強迫勞動有關 另外雖然報告裡面 台灣被列入第一類國家 但是報告也明確提出了台灣政府 在遠洋船務勞工受剝削的問題上 調查人力不足 呼籲政府加強立法 立入民間參與 來解決遠洋漁業的人口泛運問題 對此台灣綠色和平分部 也很快發表公告 呼籲政府盡快立法 確保非法漁業和強迫勞動不再發生 避免再有血汗海鮮出口到海外 近日 一名中國籍女子在日本 因為雕塞護照前去報案 就突然情緒失控 大鬧警署 自由時報引述外媒報道 15日下午 這名女子去福江縣警東署 用日語向一樓失物招領署報案 說自己在家裡遺失護照 警署職員聽了之後 認為護照不多可能被送到失物招領署 所以建議女子回家再仔細尋找 想不到這名女子突然情緒激動 開始用中文爭吵 還撕破了一份其他人的失物報案單 巡查部長見了之後上前調解 雖然巡查部長表示 希望這名女子用日語以便溝通 但對方仍然堅持用中文發洩情緒 所以巡查部長激到大鬧 爛回去中國 這名巡查部長在16日接受調查時 承認確實說了爛回去中國 但解釋說是因為對方明明識日文 卻故意用中文回應 令到她情緒有點失控 據報導中國女子因撕破報案單 令涉及干擾公務等罪名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詞曲 李宗盛